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这是 我们来到了电子书第10章 目前是相关与线性回归的一个导读说明 而在原来的书这本 这一张本来呢 是排在第12章 那更改的原因呢 请见前一个影片 那在这个相关与回归呢 我主要 会是着重在关于简单回归 的说明也就是 一个回归 回归是他只有一个 预测变相或者说是 自变相的这样的一个 的状况 而在这里呢 原来的书呢他其实有包含到了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他这里本来有谈到多元回归以及 如何诊断模型 比较是属于 高等统计的一个范围 那我在这里我主要是 会按照 在统计方法的 在这个线性模型学习取向的方式呢 我会安排 同学呢 可以在 光是在从一开始的相关这边 会同时学习 皮尔连 计算连两个连续变相相关性的 皮尔森 相关系数 以及 计算 两个 等级资料的 变相都是 等级资料的 斯皮尔曼等级相相关 那当然 然后接着 然后呢 到 到 第四 到 散布图 认识线性回归模型 以及 回归模型的 参数 布计 都是基础 统计的范围 那么 多元线性回归 我是 建议如果是基础统计的统计 你可以先跳过 那适合度这里我只会谈到 R square 以及 回归与相关的 关联性 那校正后回归呢其实是 多元回归模型才要 才要去 考虑到的一个 一个 一个伎量 而 那接着回归模型 假设检定 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以及 回归模型呢有什么适用条件 我都是 会以 简单回归来 基础来做说明 那如果说 中间呢有任何是跟多元回归 有 关系的 例如说假设检定这里 这个 检定所有预测变相模型 这是属于回归 那我这有 有助 有这样 都会有这样的注解 就是 提示基础统计的同学 可以先 跳 先跳过 他 好 那么在这一个 那从这一张开始 从回归 相关于回归 这一 这一张开 开始呢 到 后面第14章的 类别 资料分析 我都会 平行 介绍 连续变相 以及 等级 资料的 统计 简定 以及 参数 估计 的方法 好 那 因为 在 参数估计 或者是 如同这本书 他所使 他所使用的名词 叫做 五母数 统计 其实是 都是 都是分开来 来讲 但是 配合线性 模型的学习取向 我是 可以建议同学 可以 做一个 对比式的 平行 学习 那因为 五母数统计 是要在 像是 这本 这本 电子书 以及 许多的 统计书呢 都是 使用 使用样本量 相当小的 资料 所以 我在这里 我的课程呢 会使用 我援引字另外一个 教程的 的 一个 资料呢 来做示范 就是现在 画面上 所看到的 那这份 资料是 怎么来 来的呢 我可以大致 介绍一下 就是来自 另外一套 GEMOVI的 软 的 的 扩充套件 那作者是这位 Marchero先生 那 他提供了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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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虚构的调查 资料 叫做 BIOS 如果你有 在 GEMOVI里面 安装这个叫 GAN J GAN在 GAMLJ的 这个套 套件 的话呢 可以直接 直接从 档案库中 去开启 这个BIOS 这个档案 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 从现在画面上 这个 课程 套件的 介绍 网页 从这个 连结呢 去下载 这个资料 去开启 它 那这个资料呢 它的 一个 它的内 它的内容呢 我大致做一个 介绍 在这里大家会看到有 四个变相 那主要 要 那这四个变相呢 是 虚构说 在 一个 在 某个 城市的 15间 酒吧 透过一个 算是 自然观察的方式 收集 某个 某几个晚上 在这些 在这些 酒吧 光顾的 顾客呢 他们 饮用了 多少杯的 啤酒 那他们在 店内消费的时候呢 观察到 他们 微笑了 几次 所以 这个 资料呢 是 可以 用 是 要 一个 分析的 练习目的呢 就是 来 去探讨 客人呢 喝 喝 喝了 喝了几杯 啤酒 以及 他们 在 在店内 消费的时候 露出 微笑 次数 之间的 关系 那这可以用 相关 也可以用 简单回归 来 来 进 来进行 另外 因为 这份资料 他总共有200多个 多个样本 所以呢 将他转换成等级资料 也可以符合 线性模型教学取向 所强 所提到的 五亩数的统计 都需要在一定的样本数 之上 那 才能够有比较 精确的 估计 以及 简定 结 结果 好 那 在结束的影片 之前呢 我在这边稍微 做一下 示范 因为 要做 五亩 要利用这个资料做五亩数统计 的话呢 需要 先做 一些 转换 因为我们要分析的是这个微笑次数以及喝啤酒次数 所以我的 所以我会 我会需要呢 先将 呃 这些 资 先将这两个 原来是 连续 性质的 资料呢 给他转换成 呃 一个 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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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一个等级资料 那转换的方式很简单 那那么我那么 大家可以 用 计算变相 或者是我现在示范的是使用转换的方式呢 来去 将 这些 将这两个变相的资料 把它 就是 转换为 呃 等级的 一个 的一个 资 的资料 好那这个 那么 只要 转换好 之后呢 那就 可以呢 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用现在 大家看到 看到 我已经要 转换好的这个 SmileRank 跟 BeerRank 跟BeerRank Rank 这两个变相 来去 呃 来去 练习 呃在 这一张所 介绍的 斯皮尔曼等级 相关 以及看看 如何 如果用它做回 就用这两个变相做简单回归 跟 这两个 这两个变相 做简单回归呢 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那这是 关于 呃第九章的 导的导的导的导 第十章 呃 相关与回归的 一个导读 影片 那就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学习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取